大学生们所共同研发出来的 站立式健身车 得了国际发明展当中的金牌 这个呢不是坐着骑车 是站着骑 你只要上下踩踏脚踏板呢 健身车就可以前进 所以以后不用担心说骑脚踏车骑太久了 屁股痛啊 腰酸背痛啊 腰直不起来 而且还可以减重 同学骑单车在高雄市街头晃 富人骑机车经过 忍不住偷瞄 而这位正在人行道的先生更夸张 紧盯着人家看 很特别 站着在骑的 好神奇啊 好神奇啊 你干嘛神奇在哪里啊 站着啊 站着骑啊 路人眼中神奇的单车 三个轮子没有坐垫 只要站在上头 上下踩动就可以前进 研发这辆单车的 是高雄中正高工 和镇修科技大学的学生 脚踏车都是以坐着的方式这样子旋转 然后坐久了 因为屁股会酸 然后大腿内侧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重点是他腰的部分 因为他会一直用成弯曲的姿势 所以说我们改良用成站立式健身车 让他背部在挺直的状态 走路的方式来上下踩动来带动他旋转 这辆站立式健身车 外观裤子传统单车 不过健身车不是坐着骑 而是站着踩 也不像传统单车旋转前进 健身车上下踩动就行 还能达到健身减重的效果 有很多厂商 有些是在美国跟大陆的厂商 他们都跟我们建设 说其实这概念非常好 这样的站立式健身车 在今年国际发明展中荣获金牌 号称能减重又能矫正驼背 车子才刚亮相 就有不少厂商抢着生产 真新闻记件欢喜重闻 高中报道